四年前,他来到台前,走进电视音频,成为了百姓身边的调解员 第一档情感访谈节目是谁在说 今天,他又成为了一次最喜爱的情感达人 太棒了,就为了看他来一点 他就是王维涅,老百姓口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王岛 爱情的心酸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句话就走 婚姻的坎坷 上一段婚姻中,谁的错多一点 事业的辉煌 关键是当他决定选择我的时候,刘德华不选择我了 不一样的纪念日,给您讲述不一样的王维涅 今晚,我们将与您一起念叨念叨,王维念的那些事 32年前,他曾是不为观众所熟悉的一名小演员 最有名气的是在山西,人家官我叫杨七郎 20年前,他摇身一变,成为了远离百姓的幕后导演 四年前,他来到台前,走进电视影评,成为了百姓身边的调解员 第一段情感访谈节目是谁在说,是现在录的这个 哦,那会儿你第一次做的时候感觉 那会儿发现,当时人怎么会因为这点事生气呢 还喜欢他,他知道了 他知道 每场都要给人钱,或者穷的都要给人钱 后来也会怎么就不给了 听说有人是不给他 观众提一见了,说我这叫贫困骑士 今天,他又成为了老百姓最喜爱的情感达人 太棒了 我就为了看他哪一遍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你喜欢他哪啊 幽默 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实话 明天,他又将华丽变身为怎样的角色 就你想过以后自己会是更有名气呢 还是也许就笑声面具 不,不,不,我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说是 哎呀,你老有名了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呃,是一个和说别人一样的词 因为,因为我还是继续吃饭,继续出门,继续该干嘛干嘛 那就是您没想过自己几年之后的生活,或者什么样的是吧 谁也没想 他就是王为念 老百姓口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王道 您觉得在您这一生中,哪天是您最有意义的一天可以作为纪念日 6月16号 你知道为什么是6月16号吗 不知道 你连这都不知道 其实我书念叨念叨,签售的是王府井,清华书店,六楼,下午三明天 全市集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选择纪念日 今天我们的纪念日停在了2012年的6月16日 菅姨老师这个日子,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定为今天的纪念日吗 这不是王导那个新书签售吗 您记着呢 那当然就等着天呢 我们团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嘉宾王为念老师 历经一年的时间 使劲写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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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写出一本书来 名字叫念叨念叨 真够婆婆妈妈的 跟她那人一样 掌声有请,王为念 请坐 6月16日,为什么是您的纪念日 你认真地说一下 认真说一下 因为确实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这辈子 因为我也真是大半辈子的人了 我没想过 我居然敢拿起笔来写本书 我觉得是写书这种事吧 就应该是王建宜他那会儿人 如果你非要问我说 这个日子为什么要作为纪念日 你想一想 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写本书 我要是不是把它当成纪念日 你说我能把那当什么日子呢 也就是说 6月16日呢 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 下午的时候 王岛呢 将举行新书的签售仪式 这一天到现在 我都觉得应该是一个梦 到那天我敢不敢去 去了是个什么情况 还能不能回来 我不知道 我们的现场观众 有人报名参加吗 有 谁去举手 你看看 你看看 说一下这本书 为什么我会写 一开始 也就是你写书的那一段时间 好几年了 我那时候三年了吧 我是爱情科代表 去了好几千人 我说这写书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我很莫名其妙 后来我想 可能那天去的人里头 有一部分是喜欢我的 那是我动意 说不行我也写本 万一比这人还多呢 是吧 但是真的让我动念呢 是后来好多这个书商跟我联系 是被我拒绝的 因为我不是不想写 我可想像人王方一样 写本书 一卖多给人签字 多像个真的一样 但是我没这勇气 你像我这个连大学都没念过的人 经常一篇文章里头有七个错别字 你像我写什么书呢 后来有一个聪明的 这个财务出版社的一个女孩子 给我打过差不多一百多个电话 然后她有一天打动我了 她说我们不用你写 我们帮你把那个电视里边 你说过精彩的话 我们给你摘下来 然后你再加点注解 一弄这不就是本书吗 我一想这是个好办法 但是当她把那个节目当中 那些东西都摘下来 然后让我去注解的时候 我却发现 我说过的那些话真的 要是说是话吧 还算人话 要是说是书吧 她真不能算是书 我就请王芳同志和王剑宜同志给看了一下 他们俩说 是你要不怕人笑话你 你就这么说 后来已经答应了 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签了合同了是吧 对啊签了合同了 并且不好意思 人家还把那个 那个预付的一部分资金 稿费 还给了我 这事你就比较麻烦 像我这人 你要不先给钱 我是啥事都干得出来 你要是给了钱 我啥事都干不出来了 就这么个人 但是说实在 我非常感谢王芳同志 他看我的稿子比较多 他也给一些鼓励 但是他更多的是说 这不好吧 你要是这么写 这好像不文学 这太像你了 我说我写出来不像 我应该像你吗 难道 今天这个打扮 天一老师 会不会觉得有点 那个时光倒流的感觉 不 那个王大 现在活得越来越时光大 不是 这是纪念日 这也是纪念日 这件蓝色的衣服 我想观众肯定不陌生 第一场节目 我第一次录 谁在说 对对对 我就穿的是这件衣服 因此 还有很多网友 对我穿这样的衣服 立起领子来表示 很反感 说你装嫩 说你以为你是 奋斗里边的那些小男孩呢 后来我听完之后 我挺不奋的 我就觉得 说这话的人一定是年轻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领子是那日本的高仓健 给弄起来的 绝对不是后来的奋斗 我就终于明白 原来您跟高仓健 一个年龄段呀 我比他要小得多 裤子呢 怎么还弄个白裤子呀 白色的衣服 包括这个白色的外表 是我为证明 于秋雨老师 真给我写了序了 因为于秋雨老师 在序里头就提到了说 曾经我认识 两个爱穿白衣服的人 当然他说的两个是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的前妻 男女主人公都喜欢穿白色套装 鲜亮而又匆忙地在一几几楼梯上 演绎着家庭的高度和深度 但是突然传来消息 这个家庭不在了 于秋雨绪 这部序里所提到的男女主人公 正是王伟念和他的前妻 小湘玉 1994年 年仅29岁的小湘玉 和35岁的王伟念 因为一期节目相识了 关于他们相爱和分手的过程 王伟念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那期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我无意间觉得 总有那么一双眼睛在关注着我 我们经历了所有恋人经历过的兴奋 想念彼此依赖 我比他年长六岁 又有过一次婚姻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比较惯着他 现在想来 这也是我们最后出现裂痕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分开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不断的争吵 不断的不理解 一次爆炒之后 我离开了 然后就去办了离婚手续 上一段婚姻中 今天想来 你会觉得 谁的错多一点 其实应该说 在参加录制情感节目之前 我几乎可以说 我认为我就没错 都是对方的错 而且我后来发现 我们在这里处理很多情感问题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都跟我犯同样的问题 于是他走不出来 当自己开始接受自己 其实也有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你走出来的开始 那就是你想明白问题的开始 也就是说现在你认为 其实你是有一定问题的在那段婚姻中 就是两个事业形成的人 放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男人会把 把事业做好 作为唯一的途径 所有的你的辉煌 是因我而辉煌了 或者说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做成了 所有你要的 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对啊 小湘域艺术学校 不光从山西办的横伙来到北京 而且那个学校 这个最辉煌的时候 可以说是春节晚会的常客 1996年至2006年 王伟念先后九年 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担任策划 导演编舞等职务 并且连续七年获奖 但对于他来说 这些事业上的辉煌成就 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而是属于他和小湘域 艺术学校里的所有孩子们的 那九年里 王伟念把全部心思 都花在了学校的身上 孩子们的身上 他曾经天真的认为 这些孩子们 都是他和小湘域的 他和这些孩子们 不会分开 他和小湘域 更加不会分开 我想通过那些孩子 的成功和成绩 承载我们的婚姻 这是我可能非常理想地 犯下的一个重要的错误 我那些孩子 我对他们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夏克林想的时候 我会要站到那个楼梯口 等每一个孩子 确定都下来了 我才敢离开 否则我还怕 前头摔倒 后头砸上去 天天如此 你是校长吗 我不光是校长 我还是后勤 我还是教务处 我还是厨师 看门老大爷 我还是看门老大爷 我是汽车司机 我是买菜的 我是蹲地的 我是扫大街的 我什么都干 就是你真的就是 把自己放在了学校 我记得我们学校 有一条标语 就是小朋友别害怕 这里也是你的家 大同学快来吧 校长爸爸住楼下 每个星期 我都要拉着最小的学生 坐在汽车上 要出去转 给每个孩子买吃的东西 我出差的时候 我会把飞机上 剩下所有的那些 小礼品 小食品 全部带回来 我那天采访潘长江 还透露了一个 潘长江的秘密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 跟潘长江俩人 都坐在这个头等舱 我们俩第一次正面说话 以前我们知道 都是春晚的常客 但是互相不怎么说话 打招呼 他跟我说 你好 我说你好 他说你好 我说你好 潘长江说你好 等飞机落地的时候 潘长江很奇怪的 看我的一个行为 就是在所有的座位上 收东西 餐巾纸 一大包 因为那个飞机 我老坐那个山西 到北京 北京到山西 那个服务员都知道 乘务员都知道 把他们剩下的 给我往包里霜 我就看潘长江 一直看着我 一直看着我 他很奇怪 等我收拾完之后 我说潘老师我先走 结果我起来走 他也走 他跟我平行走 走走走走 走着走着 我就发现 前头人也走了 后头人也没什么人了 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潘长江 看看我看看东西 看看我看看东西 最后说 把你那东西给我点 想象得出来 后来当时你的心里边 全部都是孩子 对 所以说 你会不会那时候 天真的认为 天真的认为 你们有这么牢固的事业 所以你们俩是不可能分开的 这不是天真的认为 是认为那就绝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你姐说的有一句话 特别经典 我觉得有一次 我们跟你姐一块吃饭 后来你姐就说 王校长 你姐叫她王校长 说王校长 你那段婚姻 最重要的失败 你知道在哪吗 就是因为人家只需要一身棉袄 你却给了人家十身棉袄 你姐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姐目睹了我 可以说 无微不至 谨小胜微 一个男人 当自己有了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你全部的想法就是 怎么能够维系这段情感 千万别再离婚 所以说你会不断地谦让 无条件地谦让 你怕她 甚至可以说是恐惧 恐惧跟她吵架 恐惧怕她不高兴 关键是我谦让之后 变得去回避了 去选择另外一个途径 说我把你喜欢的事情做好 当她需要你的这个人的时候 你这个人确实和孩子在一起 恰恰是你的这样一个 对事业的高度的关注 去忽略了情感中的细节 最终出现了巨大的这种情感裂痕 记得有一次采访王道 他说刚离婚那会儿 他一个人开的车在北京的三环上 然后他就给我讲 他说我的眼泪就是连成串的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当时就觉得挺让人心疼的 然后他还讲 他说那个时候他经常去KTV 会唱一首歌 叫啥来说我老记不住那首歌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现在还会唱吗 对你的思念 一年又一 孤单的我 能不能改变 美丽的梦 何时才能出现 亲爱的你好像在一起 其实今天看来 虽然说大家已经都过去了 因为你自己写的名字叫爱过 好像有一次你在住医院 是吧 我看你那书里面写 他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对 就是 当然我没说我在住院 就是一般 像这样的关系呢 通常你不会把你 什么住院呀 什么哪疼啊 是告诉对方 你当时叫他电话兴奋吗 我觉得当时接到电话的感觉 就跟你和王健一给我打是一样的 淡然了 淡然了 而且 如果非得说 什么时候 有不淡然的时候呢 是刚刚分开的时候 你特别希望 对方知道你做的比原来还好 比如说是跟什么世界 三大男高音合作了 比如说又给什么刘德华 做了什么了 给残傲做 你特想炫耀你自己 说白了 你还是希望对方知道 你离开他也不错 活得也挺好 活得也挺好 但是 那次你说的这个 书中描写的那次通话 对于我来讲 更多的就是淡然的问候 普普通通的问候 或者 对他当下做的事情 的一种普通的交流 你知道他现在过得好吗 应该还可以吧 你问过吗 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不归于我问了 如果你要有机会 离一次婚 你就知道 那是不能问的 到今天 我和他离婚已经十年了 他的聪明 能干 张嘴就是演唱级别的禅功 实道体和开朗的性格 都在我记忆最深处封存了 当爱已成往事 那就祝他一切的一切顺利 在你的书中啊 写了很多故事 有很多故事 都是曾经在我们这个场上的 发生过的 有一篇文章叫 螃蟹女人 能不能别让我感动 嗯 其实这个故事 就源自于 我们现场发生的一个故事 2012年4月14日 在选择纪念日的舞台上 发生了一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 2012年2月23日 李静涛先生 在王芳的微博上 发表了一篇留言 他说 他的妻子史惠英 已经到了肝癌晚期 时刻都有生命危险 他希望可以通过 纪念日这个舞台 完成妻子的一个心愿 史惠英比李静涛年长11岁 他们的婚姻 曾因为年龄 婚事 家庭背景 许多原因 不被牵捧好友认同 为了坚守自己的爱情 两个人在没有婚礼 没有鲜花 甚至没有一个祝福的情况下 两人在1992年 领取了结婚证 随着对他们爱情故事的深入了解 纪念日栏目组 带着深深的敬意 走入了他们的爱情生活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下那段片段 全角坐好 拿到一边 好 我们今天来 你没想到完全没有 没有 谁是你们这时候来什么忙 没有 很激动的 高兴 高兴就行 结果没剪着汪汪 是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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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小林呐 哈哈哈哈 正小老人 我一进来 哎呦 哎呦 大老软了 哎呦 哎呦 你好吧 好 跟你老公 我跟你老公一直在微博上聊天 我觉得他肯定也挺担心你的 他这么哭 是吧 他比我 我一眼泪嘎的我都没掉 是吗 嗯 小孩他他肯定这种感情特别深是吧 哎 怎么说呢 他那挺好的 挺好 他脾气好 嗯 他随着我 嗯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的 哎呦 我是不是太霸道了 这男人长上一个能 愿意让人霸道的女人呢 实际是福气 这到时候啊 他没做过饭 就从有病的在学 嗯 你看 就那个炒那鼓花 学三围 他想让我们来看你的目的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来瞧你呢 你会高兴 肯定高兴啊 你看这就是人家了解你嘛 你觉得我们能做点啥 他能高兴啊 他呀 嗯 遗憾啊 嗯 人家没没留 嗯 爸是一女的 咱也欠人家的 没有 人家是出货面 嗯 嗯 没办婚礼吗 没有 是吧 没办 就是 超过高兴的 遗憾吗 咱们人也好过 咱们到 那个 咱们欠人家的 那这么着吧 我个人觉得呢 像这事吧 我们俩是强项 就这个 心愿 跟我聊了 我比什么都高兴 我特别不愿意问这样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问你 嗯 就保守地说 您估计他的生命还有多久啊 也就三个月左右 啊 就是 您的意思是说 乐观点说是三个月左右 是吧 对 对 如果再想呢 我们可能需要 通力配合 然后呢 给他们留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对 实际上这个时间段呢 更多的是 排解他的遗憾感 那行 那咱就回去准备 准备明天入制 好吧 今天 李清涛先生再次来到了纪念日的舞台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对栏目组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天 恰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录的这期节目 对 一定印象非常深刻吧 是 今天早上我看你在微博上说 今天下午要来给王岛庆贺书的发行 对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因为我一直很记瓜你 谢谢 我几乎每天上微博都会看你一眼 是 我是在想 那天的一切 你一定比我记得清楚 节目录完十八天 那天晚上 十点半左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十点三十二 他留了一条微博 我爱人 谢谢大家 在先蘇 杨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明的个性和你们这段婚姻给我的启发 但是哪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自己心爱的男人和这个世界 所以我从这个女人身上读到了点 我觉得应该读到的东西 所以我把它写出来了 未经您的允许 我应该说谢谢你 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那天 因为那天王方跟我说 有一个男人想让我跟他去看看他的太太 我每每每听到这种 接到这种邀请 我都很感动 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何德何能 会接受您这样的邀请 所以 当我们走到你爱人病房的时候 其实在你看来 是我们去安慰你和你的爱人 但在我们看来 那是我们接受了 真的是一种精神洗礼 其实 王导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他在很多时候 我真的觉得他非常的善良 所以那天 我们就 从两个地方 赶到那里 我们在那个医院门口碰面 然后因为医院找不到 我们俩就不停打电话 在哪里 我特别感谢选择 今天这个编导们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 这件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他在我的微博上留言 说他爱人可能不行了 干爱 然后想见见我们俩 然后我们回去 我们当时在外地录像 回来就去见了 见完了之后 发现他爱人 去世之前有一个 特别大的遗憾 他们从来没有过婚礼 于是 我们有的现场 建一老师也在 我们在现场采访他 并且把那边的病房 布置成一个婚礼的病房 应该说这样的节目 在我们这四年的时间里 类似的帮助别人 去做一点事的节目 做了好多好多 每一次都让我们 非常的震动 那次也一样 我们看一下 他们当时的婚礼 有请新郎 有请新郎 全是你照顾我 应该的 催你特别恨我的事情 哎呀你别哭 大喜的日子 媳妇说的对 大喜的日子 咱今儿谁都不哭 好不好 你也别烧我 这样啊 我帮你拿一下花 你这 你这得隆重拥抱一下 这隆重 这这 隆重啊 隆重拥抱 对 夫妻对抱 这结婚上还有啥事啊 结婚就是 肯定是扒一下 奔一下啥东西 要不要 要不要呀 要 要 要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南军编导在从微博上3月22号看到我写到我爱人去世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他正在加班来编辑这个节目 他希望第二天早上早一点能让我爱人就能看到 但是呢没想到在晚上 非常遗憾没看到 在晚上他们又看到 他们联夜加班 联夜加班 然后他一直把这个节目从晚上一直在放 他希望我爱人能够听到看到 王岛和王芳多次去病房 王芳还给我爱人送了书 他的书 王岛呢 送了他的歌的盘 那会儿说要是书还没写出来呢 是能送个盘 您还记得吗 不光是送了一张盘 您还送了一首歌 对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替你唱的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对 王岛那天艺术的时候就跟我说 他问我还能联系到你们 我说当然 他说我要亲自把书送给他 说因为这里边有他们的故事 对于我 别人来说可能就是看一下 但对于你来说 可能是一个永久的回忆 我专门选择了四张照片 因为把你们的照片放在书里头 可能更有保存价值 我希望这四张照片 能给这个男人留下一点美好的记忆 你还愿意把非常代表我的心 唱给那个世界的大姐吗 你还愿意把我爱你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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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小心啊 我爱你啊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变化 呼吸最棒啊 呼吸最棒啊 呼吸月亮代表我的心 请问宝贵月亮代表我的心 神经的一个哟 已经打动我的心 神经的一个哟 声enix的一个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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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电视就那么喜欢我 我有点不耐心 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做一个社会调查 究竟是他们为了 让我好好做节目 鼓励我 忽悠我呢 还是真这样 结果没想到 这件事情是你替我做的 我看 我看见他们写的什么了 其实一个人 想要的东西很多 但是非要问我说 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些字 我没有白再选择 为那么多人找对象 不知道找对象 还找出一个 这么我愿意收藏的东西来 很多人也希望您 早一天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觉得我找个啥样的人 合适的 你看建一这样的行吗 我说你就别惯着了 肯定行啊 我说不行 建一老师会不高兴的 对的 我先生会不高兴 对了 那就没有人高兴 他老师不高兴 只有您高兴的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一看见他老公 我就觉得有点别扭 有这么说话的吗 开玩笑 谢谢你 开玩笑 建一老公别往心里去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王建一 再给你放心 王导的这本书里面 还有一篇文章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儿子的事 我跟王导挺熟的 但是我们很少谈起私人的事情 他在生活中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算是安静的一个人 他这篇文章说 千万别和孩子说 对方一个步子 这是你儿子是吧 那个呢 儿媳 想起来了 其实建一老师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在王导儿子的婚礼上 发生了一幕 你还记得吗 是王导哭是吧 当时在儿子的婚礼上 我印象非常深刻 王导说了一段话 他说 我特别感谢孩子的妈妈 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儿子 说过我一个步子 也是因为他的这么多年的努力 我才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儿子 然后有了儿媳 我特别想告诉我的儿子 你妈妈非常爱你们 所以你们也应该好好的爱你们的母亲 是 应该是藏在我心里很多年的一句话 离婚时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就我个人而言 我跟他妈妈分手之后 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将来跟孩子的关系 但是当我儿子真正跟我生活在一起 后来出国留学 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没有跟我在心里上产生任何障碍的时候 我却明白了一个道理 是因为他妈妈从来没有跟儿子说我的一个不字 对自己的第一人妻子 王维念对他的感情一直是复杂的 他既对离婚的事情感到愧疚 又对前妻将孩子抚养成人心存感激 2008年1月25日 王维念的儿子王奥来到了谁在说的节目现场 在那次节目中 王奥对父亲的包容 理解更加使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的伟大 在你的印象中 爸爸可以用几个词来帮我评价一下吗 很简单的几个词 第一重情义 第二呢 这个敬业 第三就是善良 当年父亲离开妈妈的那一刻 你一定在心里边有过对父亲的不满 有过吧 有 什么时候打消了这种东西 真正其实改变我的这种 心里面这种态度 是因为可能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上初中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 突然有一天感觉到身体不适 于是乎就被大家送到医院去 然后就是心脏上有一种疾病 必须做手术 当时我记得是 我要做一个检查 但是是我的父亲必须背上我 从一楼爬到六楼去 再从六楼再背回来 就做这个检查 其实当他把我背起来 就在往上走的时候 其实我从内心来讲 其实我感受到了一个 父亲对儿子的那种关怀 虽然我们的婚姻 我的第一段婚姻解体了 我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为我养大了这么一个儿子 没有让在他真正意义上 给我当儿子的时候把我当仇人 而是继续当父亲 而且我相信我会承担起永远的责任 你的那段婚姻 就第一段婚姻啊 是在你儿子多大的时候分开的 十多岁吧 十二岁 十三岁左右 十二岁 你觉得那个时候孩子能理解你吗 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不能够理解的 或者说那个时候 因为本身我也比较年轻 我结婚比较早 我二十多 二十四岁就结婚了 那个时候因为你还在打拼 你还意识不到说 这个孩子将来跟你怎么相处 这个孩子从法律关系上归母亲了 你除了要负责 要给他必要的那种抚养费之外 你还应该做什么 这些东西你都可能 不懂 不懂 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 你会想念 你会思念 你会需要 当你需要儿子的时候 他能不能被你需要 你的需要他会呼应吗 这其实都属于问题 很多男人 为什么老了以后非常痛苦呢 是因为有一个老婆跟他离婚之后 不断地告诉儿子 你爹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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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个孩子不断地给你制造麻烦 这个矛盾复杂到不可以弥合 于是痛苦中度过一生 永远想起这个情感都是一份痛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原因 构成了永远的伤痛 建英老师见过王敖是吧 对啊 见过好多次 他那个儿子好像情伤还挺高的 很懂 是 见了我们 首先礼貌上 那没得说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那个王导军院 我觉得他很心细 他照顾王导 就眼睛不离开他爸爸 在那个床上 然后就是你刚才说那番话 王导不是当时特别激动吗 发自肺腑的激动 我当时拍了好多照片 然后我看儿子也特动容 就儿子特别能理解 老爸当时说的那些话 所以我觉得王导能做一个专家 估计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 我说自己的 这个是还没弄好的一个人 一个导演上我 这忏忽什么来 然后但是越来后来 越接纳王导 同时越来越能够 就是说我们也挺崇拜王导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生的阅历 他都没有白阅历 就是他不像有的人似的 经历了也就经历了 他都转化为帮助别人的 发自肺腑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拿来特别实用 而且是真诚的 说实话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的感觉 这四年来 我那天正在想 我们这四年都干了点什么 几千期节目 谁在说 一年365期选择也差不多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就这么一期一期 就我们还滚打过来了 不敢想 其实我们做过很多事情 你不敢深想 他居然就做了 而且做到今天 我认为做的还有声有色 对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 很难想到的 而且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我跟王导更近一点 觉得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但建英老师见过 我们俩是死磕 生活中绝对死磕 有时候那节目要没做好 别人都走了吧 我们俩能坐在那化妆间里边炒半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每次炒完你生气吗 生气 我特别生气 这个男不和女斗 所以我只能选择悄悄地离开 我默默地离开 我不理你 我不搭理你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一位点什么事我忘了 就是反正肯定都是节目上的事 爆炒 这个炒完之后呢 建英老师说 你给人道个歉 还不然 我说的是 你不是情感专家吗 你怎么不敢就给人道歉呢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还从我呢 我说不不去 要去你去 哎呦 你得罪了人家 我去呀 最后关键是 他也没去 我也没去 陈旭去 完了以后 王芳同志 开着车就走了 陈旭腿这么短 三桌 三桌 他去追了 他那两条小短腿 他想追他的汽车 能追得这样吗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对节目 哎呀 我觉得哪里不好 我在内疚啊 我这纠结 一晚上我过不去 然后过不去就有点撒气吧 王导 人家其他人都有家 都有老婆媳妇 唯独我谁单身 他就得我一个人 和我一个人 关键我回去都睡一下了 经常是十二点多了 给我吓一跳 什么响 喂 喂 谁呀 啊 现在吗 对呀 让我过机房 看我在节目当中 犯了什么错误 十二点多 我得开着车来了 就一句话 你觉得这样说合适吗 我说不合适 是不是你的问题 我说是我的问题 那白天你怎么说 不是你的问题 我说我白天 不知道这是我的问题 半夜一看 就知道是我的问题了 太气人了 2008年4月27日 王维念和王芳 第一次同时在 谁在说节目里出现 经过四年的争吵 磨合相互适应 他们之间的配合 已经默契十足 如今 他们更是电视音频上 罕见的一对搭档组合 成为了百姓心中 最喜爱的主持人之一 经过了若干四 就是类似的磨合 很多人说 你跟王岛的配合 真的是很熟悉 配合非常好 我们真的很痛苦 因为我是一个 其实我脾气也不是特别好 我有的时候挺躁的 他更是 我有时候跟王岛吵 我恨不得 你不知道吗 看见了吧 他说出实话来了 这个颠倒 你只要把这一估劲 拨三遍 我给你发奖金 真的 这是这一期的稿费 和上半年的稿费 我全给你 拨三遍 就恰恰恰 如果你拨六遍 我这半年就不要钱了 说给你 但是认识王岛之前 或者说 我其实认识王岛很多年了 我在十二年前 当时王岛带领 小湘域艺术学校的孩子们 在我主持的一档 省级卫视的节目中 我们曾经有过合作 但那个时候 我没记住他长啥样 我就记住一大眼睛 大嗓门 差点把我们的演播室 防顶给掀了 我当时就想 这男人 谁要嫁给他 已经倒了八辈子 血没了 什么玩意 这掐了 这掐了 还倒这八辈子 血没了 你不知道他那个嚷 他一训练起来 那种激情 挺让人招怕的 那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其实王岛来这以后 我们才知道 他做过那么多事情 他不但做了很多好的节目 2008年的残奥会 我相信大家 奥运会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央电视台 就全 我们面对全球播放的 两个残奥的宣传片 全部出自于 我们眼前的这位 王维念导演的手中 我 我找了一小段 王导 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一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男女跨越的山 想要跨越就要付出更多 每张自信的笑容背后 都有无数心情的汗水 只要你努力 你就是第一名 走进残奥 共享激情 当时拍这个片子想了很久吧 这真的是一个故事 这个片子是残奥会的宣传片 当时他们之所以找我拍摄呢 实际上是从不信任开始的 因为这样的片子 大家都知道 在奥运会期间 会请国外很多那种 很高级别的大腕 花很多钱把他们请来 来拍摄这样的片子 中国的导演也有 但是不是很多 或者说 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交给我 这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这个呢 源于我的一次真诚 是 在残奥前的大概那么几个月 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的内容是 希望我给他提供几个明星的电话号码 包括成龙的经纪人 包括什么刘欢啊 纳英啊 韦韦啊 这样的级别的明星 我为什么很没有防备的就给了他呢 是因为他叫我王校长 在圈子里熟悉我的人都叫我王校长 给完他之后呢 隔天下午他又问我要 他要这个电话干嘛呢 他说在人大会堂做一次慈善演出 事情很简单 关键是当我第三次接到他的电话 说你想不想要领导的一个签字 你只要给我点钱 我去可以给你让领导给你签字的时候 我突然脑袋就大了 我发现我 受骗了 受骗了 这个人肯定不是他所说的哪一个领导的秘书 一定是骗子 我就赶快跟这个真正的这个领导的秘书联系 通过各种渠道终于联系上了 当我和他见完面之后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 就是捉拿这个罪犯 我就跟这个系统和公安系统开始展开 一边在策划一个电影的剧本 一边在完成抓捕这个罪犯 经过我的模仿形容描述 终于在温州的一个洗脚城 把这个罪犯给捉拿回来了 最后我带着这个罪犯的照片 来给这个领导来汇报 来给这位领导汇报的时候 我手里拿着一个MTV 这位首长说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说是一个刚才玩的一个MTV 然后他就放在他电脑里头 看完之后他很兴奋 他说哎呀你拍的居然这么好 我认为不错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合作 就是这么一次简单的对话 当他们决定请刘德华先生 来完成这个片子的时候 这位领导首先推荐了我 但是当他推荐了我的时候呢 他底下的人问他说 王维念何许人 领导你现在把这个任务 交给王维念来拍摄 你知道人家那个奥运会的片子 都挺着英国的什么什么什么 你交给他万一他拍不好怎么办 结果这位领导说 没事我相信他有一个好的人品 就能拍出一个好的片子 后来我想这好人品和好片子 不一定有关系 结果关键这个领导还很负责任 突然有一天就召集了 某电视台的一群某大腕 某群大腕 说你看你们调查一个事情 说你们对王维念了解吧 说了解他这个人怎么样挺好 他干过什么 他编过很多舞蹈 春节晚会什么得过奖 他拍过广告吗 那群人说没听说过 于是这位领导就紧张了 说这可怎么办 他没拍过广告 我就把这次交给他了 这领导也有点犹豫 但是当我把这个创意 拿给他听的时候 他依然觉得还应该选择我 关键是当他决定选择我的时候 刘德华不选择我了 刘德华说这个人是什么地方人 过去的作品传过来我看看了 要看我的作品 可是不好意思 我没有这样的广告作品 有一天刘德华来了之后 安排了一次跟导演见面 我很紧张 刘德华问了我很多专业的问题 我都一一回答 因为本人是导演 关键是我以前拍胶片很少 电影胶片 刘德华就问我说 这次蒋拜用这个 35的吗还是20的 你用什么胶片来拍摄 他没说35 他要说35 我就不会出问题了 他说你问你是用什么胶片来拍摄 他指的那个35和16 应该是这样吧 我当时一想 他说的什么胶片 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说 说那个 那个 34 34 后来刘德华 当时眼睛就出现了两个问号 他想 这本书里 我写了很多爱和情的故事 但是最后一篇关乎生命 我是想说和生命和大爱比起来 很多小情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当你在情感中难过纠结的时候 就想想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很多人 他们都可以笑着来 笑着回 我们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呢 所以不如开心 不如幸福 不如感恩 不如享受 从今天起 让我们笑着 面对这个美妙无比的人生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湖到十万 就算回到从前 这人是我唯一决定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走过了春天 走过秋天 送走了今天 又是明天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月月月年年 我们的心不变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摆角到天涯 就算一切从来 从来 我也不会改变 接地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老到天荒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老到天草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课到时尚 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这是我们的选择 32年前 他曾是不为观众所熟悉的一名小演员 最有名其实是在山西 人家官我叫杨七郎 20年前 他摇身一变 成为了远离百姓的幕后导演 我真正的在前晚上有成绩 应该是连续七件在前晚上破解 四年前 他来到台前走进电视影评 成为了百姓身边的调解员 第一的情感反弹节目是谁在说 今天 他又成为了老百姓最喜爱的情感达人 太棒了 就为了看他来的 他就是王维念 老百姓口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王岛 爱生活每一天 一号男士性格实在 我得给您提点意见 您这块太大了 太实诚了 我得给